大家好 最近官方的一个新闻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爱与说这个人名气应该不是很大 但是却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 怎么说呢 就说有一个画猪头人生的卖画作家被拘捕了 多地警方抓获了多名今日分子和今日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员 因为他们说是在境内外网站上赛布了百华鲁华的卖画作品 好像是警方还是开展了缜密的侦查 最后抓获了他们 但我们细致查看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 才发现这个新闻有误差 并非官方所宣传的那样 首先表明下自己的立场 我们反对这样画这种卖画去侮辱中国人的这种行为 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呢 我们对官方这样做出的一种严厉惩罚呢 我们觉得写来是过度了 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据说呢 这个姓张的明东宁 是安徽呢 淮南谢仁 是个女的 才二十出头 因为呢 画了一些呢 批判中国国民性的一些的卖画 尤其是 他的那个什么 人生猪头像卖画 画了几百幅 由批判中国人 数字低 或者是呢 侮辱中国人呢 可能就是说 猪头一样的人嘛 他还给自己几个卖画系列 取名为什么 橘屯 赞屯 卖画 但是呢 他为什么被批捕呢 他是不是 是百花分子呢 他 他这人身上的那些列更性 到底有没有呢 我们一一来分析 其实呢 他是 这人呢 这女的呢 就是说 呃 并非小官方学成那样 他说是 好像官方主动出击 抓获的 呃 并非 如官方所说的 她是呢 这个女的呢 好像是自己呢 主动投门 呃 送上门去的 也就这个人吧 画了还22岁 所谓的金日女子 画了三百幅 鲁华卖画 你要说呢 有的人来给他扣了个帽子 什么派国奉执啊 嗯 其实也抬不上嘛 应该是 这帽子有点大的 你要说批派国民信 咱近代的鲁迅 不是把中国人批的一五四处吗 那按照现在这个标准帅的话 那是彻头彻尾的金日奉执啊 鲁迅 也是很 很近日的 这女的呢 其实头脑还是有点简单 说实话 咱们先不说这个女的 他那个什么是 画这些卖画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鲁华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啊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据说啊 因为他有微信截图嘛 据说啊 他是 把他的一个男朋友给出卖了 出卖之后呢 又主动 给自己 想走政治迫害的这条路 然后呢 去大使馆 去咨询一些事情 结果呢 被抓了 所以说你说这种人 他虽然说话 什么侮辱中国人 这些什么国民性啊 侮辱中国人 什么猪啊 什么的 这些国民性的事情 你说他智商有多高啊 他好像自己也是 挺下山了 下列的手段 我们有个推文 给大家念念 他说 就是那个女的嘛 叫扎东年 被捕的事 其实呢 有 有些人 为 为他名曰 叫好 可能还是在了 在墙外吧 在 在了很多数 其实这好像 不太对 因为你把事情来龙去脉 了解一遍 你才发现 这个女的他妈的 也是 也是一个弱智 他换了那么多猪啊 原来自己就是投猪啊 因为他把他男朋友 也出卖了 是他向国内的警察举报了他男朋友 然后呢 又举报了很多人 甚至把他的母 父母都给出卖了 他本来呢 想利用旅游切证啊 搞假结婚啊 入籍日本啊 结果呢 好像 说呢 那个自由期快到了 去 中国驻日大使馆 去咨询这些事情 结果是被抓了 就这么回事啊 人家揭露他呢 其间还那个跟警察呢 国内的警察保持联系 你说这个人蠢不蠢 对不对 挺恶毒的一个女人 越来越被吹成了斗士 很多人还不知道啊 很多人还以为他真 那个什么 真是被官方啊 侦破的爱解 其实是主动投爱 我给大家看看他几张微信截图吧 跟别人跟帮他的人 几张截图啊 就是说他呢 是不想做一大币 这个时候他已经滞留在日本了 想搞正币 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 人家却他说呢 那他男朋友被捕呢 世界跟你 跟你没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你举报他 你又不能因为这个 把签证办下来 就是你好不容易啊 来一次日本就好好观光学习一下 非要把事情搞大 这对你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本来中国的警察对你没有兴趣 也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因为他那个什么 在网络上没有什么知名度嘛 无论是微博还是推特啊 他的关注量 关注的讽识啊 不是很多 然后呢 这人责备他呢 你非要 他们去关注你 非要他们呢 就指的是警察 你再怎么操作 任何团体 任何政府都不会 帮你避难的 你的签证到期了 你又得回国 你现在回国根本没有事情 也就是说你不要 你不是主动投案 或者主动举报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的 别到时候没事 让你自己搞出事来 给别人也是添麻烦 这个人呢 说我这半年来呢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小妹妹 希望你不要恩将仇报 他问那个人呢 明天能见面吗 我有个好主意 虽然有点缺德 他说呢 难民生情啊 他想在日本啊 搞正弊啊 获得难民生情啊 需要投名状吧 就说如果家里人被控制危险 那就容易了 他的意思说呢 这个女的呢 叫扎东宁 这女的呢 想 就说造成警察抓了自己的家里人 他以为这样呢 可以在那个日本申请那个 难民了 正弊申请了 这人还还在咨询呢 说要不要对 我怎么对家里人下手事实 对这个人呢 缺他呢 别家里人进去了 你也没有申请下来 那个身份 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政治避难的条件是受到了迫害 比如家人被关押 被杀害 你这个很难批下来的 那行吧 那只能从家里能下手了 那能缺他呢 你可别 万一你家人被迫害 你也没被批下来 怎么办 和家里人胎牌 然后呢 把他们下的报警 警察一查我 把我爸开除 家里皆是 表弟取消高考资格 你说这人也够 够知识的 够冷酷无情的 他的意思说呢 就是说 想通过 吃家里人的买人血埋头 来获得日本的正弊身份 那能缺他呢 你害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迫害到这个地步差不多了吧 他意思说呢 先把家里人都造成一种被迫害的现象 然后呢 自己就可以在日本申请那个难民了 这女的呢 还非常倔 就说 我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 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 现在你炒作等于自己给自己制造危险 这不叫自救 你太不了解 那个难民政策了 日本的难民政策了 你知道多少个因为 避难申请不成 被且回国的吗 那呀 你就威胁了 还要欺恋很多无辜 借你就此打住网 为了达成目的 还造谣 让我去 我让你去风俗地了 我那么帮助你 你给我制造那么多谣言 你想过后果吗 你现在还 现在不跟我商量 还故意闹大 你签证下不来的话 你肯定要回国的 因为他当时拿的那个什么 这个女孩 狡诈东宁 他拿的旅游签证 也是黑在美国了 马上就到期了 本来没事的 也会出事 就是这个女的 也就560个那个讽识 你说什么官方 会引起这样高度重视 去抓这一个 没有任何影响力的 因为推油 而且他 你看他在推算 还发了一队 发了一天 最后解释一下 为什么报复前男友 改型的问题 不想多说了 有过类似经历 或者能够理解自己的体会 有段时间我正把他当成最 性最轻的人 哪怕得罪过他 却和我完全没有交集的人 我也帮他回队了 但是他呢 最后利用我对他以前的性能威胁 羞辱我 逼我放手 其实这女的他杀了谎了 我给他他给大家看 橘筒载筒卖画画师 大家好 我是屯画师 之前呢 橘筒载筒卖画都是我一个人画的 因为一直在国内 出于爱学考虑 没改自己发布出去 去年大学毕业 考上N2期间呢 考N2期间应该是日本与二级吧 应该是 空写比较多 所以一直更新 四个月前我开始忙着工作 就割职了卖画 没想到呢 橘筒会出来出事 现在朋友给我机票钱 让我展示出来了 也不知道下不去呢 他的意思说呢 这个展示出来 应该是展示到日本了 这个应该是跟他那个什么 那个 姓卢的这个人给闹翻了嘛 因为他请过了他 你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而如果他�만 rek下纸 Тогда再王重新assing 就像是戎莫乖林里面 他想随之前 非常厉害 wrapping こう 盖 使 Eli there 再说说这个女的张东宁的那个家庭背景 具体呢 他跟他家庭的关系不是很好 非常仇恨他家的父母 所以说他不惜毁掉他们 而坏取自己的正秘身份 这个事情有点像那个什么 Vlog新生刘大生啊 这个傻逼啊 故意装出他妈的母亲 什么家人被威胁 母亲被抓 他是真想毁掉 他们父母 他的父母 这种才能呢 举报的始作用者就是这个女的 男人碰妞帅不了什么大问题 内部某种哨声到那个 要去互相举报 拿政治庇护不择手段 那写来他是讽刺自己啊 所以说他那个发 发那些讽刺中国人猪头 写来自己就是头猪 太恶毒了 说实话 为了 譬如到那个日本的正秘身份啊 他把他男朋友给出卖了 把他家人给出卖了 把他所有 那话卖话缺的那些人都给卖了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警警方啊 一抓抓了好多人 基本上都是他们内部啊 自己举报出来的 所以这个 这能说的几个 画这个猪 猪头人生下的人啊 智商实在捉急 这种手法搞正比 蠢的 津贴动力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